身穿藍色衣服男子在公車上公然點煙 疑似怕被司機發現 還刻意把煙放低一點 下一秒男子直接把手上的煙 往前方擋板上戳 最後再把煙丟出車外 下一站趕快落跑 事發就在公車226號上 當時這名老翁就在密閉空間吸煙 但一旦煙沒有洗乾淨的話 嚴重可能就會引發活警 而且這台公車路徑行經雙北市 尖峰時段人來人往 煙一點整車就會飄煙味 即便多數公車內都有明確的禁煙標示 依舊有旅客硬踩紅線 現在室內本來就已經不能抽煙 各國是公車 我不會阻止它 會影響到別人就是不是很OK 根據煙害防治法規定 旅客不得在大眾運輸工具 計程車 遊覽車 捷運車站吸煙 若在室內抽煙 違者可發兩千到一萬元 若旅券不聽 恐怕還會直接被趕下車 會馬上報警請警方到場來處理 我們會把車輛停在路邊 有發生過就是學生在後面抽煙 就是郭忠生的樣子在後面抽煙 我們就是馬上把車停在路邊 我就起來跟他講請他下車 連駕駛執行公務前 也不得在車旁邊抽煙 一旦遭檢舉也會被罰錢 至於營業用的小客車 包括駕駛本人也得下車才能抽煙 因為大車這個客群太多孕夫跟小孩 而且他們本身對眼尾超敏感 所以如果你抽了 那代表這個司機就放棄了這個客群 駕駛也有就是取消你們的權力啊 畢竟大眾運聚本來就是公共空間 隱君子別沉一石煙影 妨礙別人權益 這集裡面邱翔俊採訪報導